那个时候他去做装修公司了之后 然后奶茶店转让了之后 他直接把那个钱拿去投资 又做酒店 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然后就直接拿走了 那个时候我们俩 已经就落到要离婚的地步了 后来怎么没离呢 后来他去求他姑妈 就是哭着求他姑妈说 再给他一次机会 你们俩离婚 为什么是他求他姑妈呢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特别地绝情了 就跟他非要跟他离婚了 然后父母都知道了 都也已经同意了 他没有办法 因为我跟他姑妈感情特别好 就是经常会沟通 然后他最后就去找他姑妈 说求情 因为我小时候 都是我几个姑妈带的 我从小到大的玩具啊 衣服啊 都是我三个姑妈帮我买的 那你爸妈呢 我那时候家里比较有 他们在挣钱 是这意思吗 对 也没有时间就是说管我 家里面更多管你的是姑姑 对 在此之前你们俩提过离婚吗 有提过 但是没有那一次闹得很 一般都谁提呢 一般都我提的多 你提结婚 你提离婚 对 那后来怎么就又不离了呢 就每次跟他提之后 然后指出他的毛病 他就会改 但是改了过后又还是那样 你有发自内心地想跟他离婚过吗 没有 结婚的时候你不是很主动 是吧 对 但是结了婚你又不想离 是吗 因为有孩子我不想给孩子一个不好的家庭吗 今天谁要来是听说是你是吧 对 那你要来干嘛呢 我觉得在这段婚姻里面 我生活得特别累 我们俩生活都是独立的 就是经济 然后包括朋友圈啊什么都是独立的 我就感觉我结婚这么多年以来 都像是自己一个人在过生活 经济也是AA 对 然后孩子他也没有怎么管过 我觉得生活特别特别心累 所以今天来是 希望老师能够给一点意见 让他知道 作为一个丈夫 作为一个女婿 一个儿子 一个父亲 应该承担的责任 就是你觉得他应该承担什么 你告诉过他吗 我告诉过他 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 你得跟父母打个电话 问一声 作为一个丈夫来说的话 你得每天都跟我沟通 你每天在外面忙些什么 作为一个父亲 起码要带孩子出去玩一下 但是这一些他都从来都没有做到过 这个A制是谁提出来的呀 不是谁提出来的 就是我们俩生活状态就一直持续这样的 他就总说他很忙很忙 然后每天就是出去 我们都不知道对方赚了多少钱 为啥呢 因为之前开电子 都是有一部分钱是借的嘛 然后我就把这笔钱都还了 你在还外债 对 就今天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了 你怎么想啊 我自己可能在这方面就是说做得不够关心 但是我每次回去想跟他沟通 说不到两句话 我们俩就吵起来 因为他总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什么坎 就以前那些事 以前最让你过不去的坎是什么 就是他当时把转让那个奶茶店的钱都拿走了 那个时候我是一分钱都没有出的门 出去了两个多月 他都没有联系过我 特别难 那时候孩子呢 孩子那个时候我妈妈带着在 你们俩给婚姻打一个分吧 满分是一百分的话 你打多少 四十分吧 不及格 你打一个 七十 七十 哦 有这么大的反差 你这个分为什么这么高 就是我觉得我们俩还 我还想一起在一起 客观地用三句话评价一下 你对面的这个男生 他其实他也有优点 但是对于我来说好像缺点多过于优点 第一句话 他不是一无是处 但是在我这儿确实我很受伤 第二句话 我觉得他站在我面前感觉特别陌生了 不了解他感觉 一个让我看不清的男人 第三句话 我没有什么可以对他说的很多的了 你呢 评价一下你对面的女人 我觉得他也蛮 蛮努力的 他是一个努力的女人 第二句话 对于工作他也蛮愿意吃苦 一个能吃苦的女人 第三句话 只是碰到一个像我 像我这样的男人 我对他在某些方面确实做得不够好 结婚四年 我们看到了一段特别现实的婚姻 就摆在我们这儿 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 我们先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